當你開始跟別人講說 喔 我老婆找我 就是那個字啊 你講出來旁邊的人都會這樣 我說對啊 你們看吧 這個新角色還在適應中 因為這沒有劇本啊 千娜也覺得有機會可以再有一個小朋友 那就希望可以用 我沒有考慮神 我覺得地球太多人了 旁拍歌報報 李千娜拼第三胎想生黃尚和的孩子 你懂生魚片料理嗎 你要先破壞魚的神經 我是很怕媽啊 對啊 我說你怎麼都在那時候怕黃尚和的 是 藏在江湖演角頭的黃尚和 這次和台北電影獎影后 楊靖攜手參演台劇美食無間 他右半黑道他則是大哥的女人 另外一半對我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 楊靖有個穩交12年的男友 但他很珠惜打算不魂不生 我對 我對婚姻的這個契約 沒有什麼吸引力 然後他會問他上頭就是 什麼樣的吸引你這樣子 決定踏入魂影 他好會問喔 對啊 他剛才那個腿我一直在想快過來了 對 快過來了 輸了輸了這樣 記者一部一區小新聞 好在皇上和風風火火大方講 他和李千娜去年合作 笑臉的假戲真作讓愛固定下來 我不會是永遠不會跟你吵架的 但我想要當那個就算跟你吵架 可是還是一直緊緊牽著你的手 不會放掉的 你願意嫁給我嗎 我 我 沒有說話 對啊 不久前小犬台風當日 他倆公布了喜訊與登記結婚 有沒有什麼導火線 啊不是跟著 是甜蜜的氣急打下幸福的氣願意 我覺得最重要的那個元素 就是千娜這個人 對啊 就是他具備的東西就是我覺得 可能是我一直有想跟沒有碰到 然後就碰到很多想要 疫情的時候 然後因為家裡剛好爸媽都有確診 然後那個時候還要隔離 那個時候比較嚴重 然後千娜那個時候就還會 自己在他家煮好事物 因為那個時候我也在被隔離 就跟爸媽關在一起 他覺得煮好 就三太一趟了 然後送到門口 我難怪會動真情 真的很像照顧家人耶 曾有一段婚姻 育有一子一女的李千娜 還會想生嗎 就是備孕這件事情 其實大概一年左右 因為我們的年紀也很小 對啊 然後千娜也覺得有機會可以在家 那就希望可以運用 三里娛樂新聞 希望啦 就是希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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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